這樣一定要安全 我日本老師跟我講 你教你的動作 第一個要安全 第二個要有效 第三個不用錢的 這是日本老師特別跟我要求的 所以在你的 比兩側 這是毒素的排除 這樣壓到上面去 這一條 通通不能痠痠痛痛的 為什麼台灣這麼多的青光眼白內障 因為眼睛營養進去以後 毒素有沒有排除 沒有 你把這條打通了 我告訴你 你要白內障 要青光眼 門都沒有 請問要不要把它打通 你不把它打通 讓它痠痠色色痛痛的 你的眼前黃水 通通沒有排出去 眼前黃水面排出去 堵在眼睛的血管裡面 千光眼 白內障 黃蠻力病變 就產生了 這個是不是應該走教育 有力不 有 這麼簡單的東西 從來不教我們 好 接下去 手這樣 拇指打開 拇指打開 這是七 眼睛的上下 是走磁波的 拇指畫外面 下面用力 上面用力 會痛都不對 把它摳到怎樣 完全不動 完全不動 因為 每一個機器 要給它動 要不要給它插電 要不要插電 要 眼睛的一樣 這是走磁波的 電流要給它 手不要這樣 用這樣危險 我不要你們用這樣 萬一用這樣 人家 你的兒子 媽媽 手不要 手軟 插下去 你用這樣 手不要下去 我拇指頂著 我 即使這邊戳過去 這邊比較寬 眼睛比較小 還是 戳不進去 所以不能用這樣 知道嗎 用這樣 勾勾的這樣去戳 力量比較大 比這樣力量大 我是要按照順序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你要先戳這邊再戳這邊再戳都可以 沒有次序 但是只有一個原則 通通不能讓它痛 接著 甚至有人這樣做 我剛才講 有人到時候這樣摳 這樣摳 也沒有關係啊 這樣面積大 不會戳到眼睛 力量夠大 都可以 用你這個地方 眼睛閉著 兩隻手 眼球用力拔 往內壓 一 二 三 四 五 用力壓 一 二 三 四 五 用力壓 一 二 三 四 五 三 一 四 六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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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活動,接著用手這樣 不是,不是這樣,張開 用力時心去用力摩擦,速度快一點 摩擦到很燙很燙的時候 你再去摸你的眼睛 這個溫度,這個磁場 會把你的眼睛,微血管裡面的雜質 融解,眼睛防水,由你的精明界,由這裡排除 然後我們看眼方,越遠的地方,綠色的地方 眼睛轉圓圈,轉圓圈,頭不要動 眼睛轉圓圈,看最遠的地方,然後看最遠的綠色的地方 那眼睛視力,會慢慢的好轉 早上,白天,有太陽,你見到看太陽,眼睛要怎樣 閉起來,二十分鐘左右,三十分鐘 晚上呢,在家裡面,把電燈怎樣 關掉,就這樣 用爬的,然後去看看,四周的環境 頭慢慢轉,慢慢爬 這是椅子,這是桌子 那是茶杯,那是垃圾桶 那是菜單,那是瓦斯桶 那是門,那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叫你爬 我們小時候,有些人忘記爬 爬,會改變你的神經蟲的順暢 很多人,老人癡呆 為什麼來找我,慢慢進來會恢復健康 我說,叫老人家怎樣 在家裡面,有空沒空怎樣 哦,我這樣爬 就這樣爬 慢慢爬 然後脖子怎樣 慢慢轉動,慢慢看 慢慢看 你會發現到 你這樣爬 你整個脊椎 背部的脊椎 所有神經傳導 會越來越怎樣 越順暢 我要不要去吃,新人客人一樣 不要 我只要晚上怎樣 不過晚上爬的時候,一定要先怎麼樣 要告訴家裡面的人 哈哈哈哈 你看我沒走一條 哈哈哈哈 我按一條腿 我按一條腿 他從頭打開要看 要看,要吃一條腿 啊啊啊啊 這要先怎麼樣 先吃了一下 老師亮亮不行嗎 電燈亮亮不行嗎 我不要你電燈亮亮,為什麼不要你電燈亮亮的 因為暗暗的時候 我這時候 除了要你的神經傳導以外 我還有一個東西 我要讓你的視力 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的視力 是看我們瞳孔的正中央 35% 我們看東西都集中怎樣 焦距 就集中一起對不對 所以我的視力越來越怎樣 越狹窄 但是我們周到的65% 我們平常有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用幾個方法 今天都會焦 一個方法 是 白天中午 去看陽光眼睛閉著 一個是晚上 一個待會兒會在裡面室內 本來剛剛要順便叫你拿出來 忘記 球 眼睛閉一個 我丟給你 你丟給我 我丟給你 你丟給我 按了一行 然後我閉著眼睛 每個人都閉著眼睛 一隻手去接 將你的接到手 球接到 常常接到 都不會漏死 你的 眼球正中央的外圍 65%的視力 會慢慢地恢復 一個以色列的 斯奈爾德 他是瞎子 人家叫他用這種方法 經過一兩年的測試 實驗以後 現在的視力怎樣 超過1.2 超過1.2 他現在在全世界怎樣 教人家 怎麼去 所以 我今天教你這些 他來台灣 屏東 上課 跟台北上課 就是教你做幾個動作而已 一直重複做 我剛剛教你這個按摩 然後呢 再教你地上爬 電鍵關掉 他要換電裡面 他就把你關掉 他就到處擺一些東西 鞋子 拖鞋什麼東西 就是這種 讓你去 從那邊去記錄起來 記錄起來 記錄起來 中午 好叫你去呢 在太陽 看著眼 陽光 就這幾個動作而已 全球 多少錢 三萬五 三萬五 不用錢 我現在教你是不用錢 我這樣去學就三萬五 老師那個黃藩部病變 已經產生了 可以恢復嗎 可以 你必須要營養精力 毒素趕快把它排除 然後吃一些 葉黃素的東西 藍莓素的東西 進去 它可以排除 問題是 你要不要追蹤做 要不要做 它是什麼蝦子 是 只有某種蝦子會恢復 還是 所有的蝦子 都可以恢復 你眼睛 被挖架了 那個蝦子是沒有辦法恢復的 對 是你因為 正常的視力慢慢萎縮 你的瞳孔中間的視力 肺腺部是沒有用的 當然是你瞳孔外圍 沒有損張 所以 通通可以恢復 所以說 像你小孩子 超四五六歲的時候 浩花 浩花在四五六歲的時候 啊 結果突然間 就很廢 很廢 很廢 這個也可以 可以 那其實是他這個地方 四周堵住 但是我們今天 台灣最大的缺陷是 我們的眼科的教育 在學校有沒有教我們保健 沒有 這是一個 我認為最悲哀的事情 我一直認為說 台灣還是應該做什麼 教育 預防醫學的教育 我們預防醫學的教育 有沒有經費 有 佔多少 佔所有 那個 衛生署 現在是衛福部的 總預算的 大約不到3% 但是 這3% 又不用在 育王醫學 用在哪裡 我們本來不知道 我們上次 有一個 要來我這邊 監聽的官員 後來怎麼樣 後悔啦 他說老師 上面叫我來監聽你 結果事實上 你是這麼有愛心的 怎麼跟他們 講的是怎樣 被打兒子 他在那邊痛哭 一個男生 一個官員 痛哭 老師我怎麼辦 我說不是怎麼 一個人 是辭職 去進修 當自然醫學醫生 一個是 繼續在裡面 然後現在呢 繼續在裡面 老師你這樣把他 臥底的身份都揭露了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去讓他知道 其實衛生署裡面的官員 也有好多個官員 他們把他開會 我晚上怎麼樣 都知道了 那些官員 會開車來告訴我 我就讓他知道 其實他裡面很多 我已經都布建好了 讓他繼續 在胡搞亂搞 我們就是要讓他怎樣 不在胡搞亂搞 他們把那些經位 用在不應該用的地方 譬如說 請國外的一些 什麼 什麼保健官員 來這邊演講一下 用很多的 住很好的女色 飛機 有沒有用在我們 教育上面 完全沒有 本末導致 好 建議的很好 拜託一下 把他當他 放一下 瞄不好了 看看一下 線 端起來 先遷就這樣 先回想 在密線 讓他 安靜